对老天祈祷 只要有我在 不会让你们受伤 我一向来拍的角色都是那种 很聪明 然后很正能量的一个角色 阿伦是我一个从来没有挑战过的角色 他也充满了正能量 不过这个正能量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 他比较笨 比较单纯 你不是说我有公主病吗 我发现其实有公主病的人 都不是公主 只是有病罢了 在社交媒体认识的他 他是一个冷公子 可是私底下他不是 他还挺有趣的 他还挺无厘头的 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长冷帅 就会有偶像包袱去演这个东西 可是他完全没有 他有时候会做得更多 可是是好笑的 因为有些时候是 演员最怕是你给的不够多 所以梓杰有些时候他给的很多 他让我的毛斩 我煮鸡蛋给你 我知道健身需要蛋白质 我还不过可以 你的 我私底下也是一个比较无厘头的人 我私底下也比较沙雕一点 是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我可以理解阿鲁的一些行为 不过 也就这样吧 我愿意承认的也就这么多 笨方面我就不承认了 不是我 不是你 不是小方琪 那会是谁 这里有几个人 一 二 三 四 大家好 我是阿伦 从七 七月五日起 每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点 记得看八频道 卧虎惭鬼 有我 马达 小方姐 还有NG 不见不散哦 拜拜